歡迎收看初創現場 我是主持嘉倫 在我身邊的嘉賓亦有Airbutton的Oasis 上一節我們也說了很多公司發展的概況 今節也想繼續問一下公司的模式 我聽到最初你們的銷售店很多都是在歐美地區 自己和我訪問過的嘉賓不同 他們都想搭配內地市場 你們有沒有這個想法 其實都會有 因為其實內地的市場都是非常龐大 你看到其實單是內地的市場 都已經做了上百個這些獨角售企業 變成做的話 其實無疑中國的市場一定是需要攻佔的 但是因為其實在我們做這個產品的時候 技術所限 亦都是令到我們沒有辦法進入這個中國市場 所以其實我們不斷在做我們自己的生意的時候 都不斷會求變 令到我們的產品可以更加適應市場 所以我們就會在今年的時候 我們那個防水桌做第二代 終於是可以對應到大陸的手機 於是我們也會在今年進入這個中國市場 剛才說到球變除了產品的設計之外 其實我現在內地都是資金氾濫 很多獨角售 基本上好像有概念就可以獲得錢 其實你怎樣看這件事呢 其實看到別人獲得錢 當然覺得別人好像很厲害 實質上也是真的很厲害 而我獲得錢的方法 其實都是希望可以賣到一個產品 別人認同我們的產品 於是我們就可以從別人的認同中 得到收入 其實那種玩法 其實很多時候 需要可能會有一些 本身是做iBank的背景 令到你可以寫到一份好的提案 從而可以計算到一條好的數目 給上面的投資者 那種玩法 其實就在我們的模式來說 就不太適合 那說不是可能 將來我做第二個生意 就可以去做這件事 但是除了產品的難度之外 其他地方 例如推廣 甚至可能是請人 甚至在文化上 會不會都是一個 香港初創入內地的很大的難處 我覺得都會有一個難處 事實上 我們香港人 也是土生土長 我們其實最熟悉的就是一個香港的市場 大陸的市場 其實無論是以前未真正開始 騰飛的時候 或者是現時已經很現代化的時候 其實都一直都跟香港很不同 為什麼做呢 我們香港人去想大陸的一些痛點的時候 其實無疑來說 真的不夠痛 除非你說真的 我自己真是很有決心 想捨棄香港的生活 想真是進入中國的市場 回大陸去留一年半左右 這樣成功的機會率才可以提高 我見很多都會比較 香港和內地的一個商業環境 如果以你的經驗 你覺得其實那邊的環境是怎樣 那個生態系統 那邊的環境 你問我的話 其實真是很講那個狼性 即大陸經常講狼性 你真是需要找到一些投資者 去投資你那些 那你才可以具備做一間公司的資格 那不是說你沒有錢 不可以開公司 即是開公司很便宜 但是實質上 因為大陸的市場太大 如果你沒有一定的資金的時候 那查實呢 你就好像一塊石頭 扔到大海裡 其實發起不了憐意 也都沒有人會知道這件事 那你真是要扔一塊很大塊的石頭 那才會別人發現你的存在 變成其實在大陸 比香港而言 無疑而言找投資者 其實是更加優先 但是你的經驗呢 你自己在內地市場發展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 即是被投資者 或者非市場質疑過 你公司的一些模式 或者發展方向 那這件事是經常的 是的 那我可以分享一下這件事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做硬件的產品 其實都會說 你買不買到一百萬件 你買到一百萬件 那我就會覺得你是一件好的產品 那變成做的話 其實他們都會很質疑這件事 即是其實好像做遊戲那樣 那做遊戲其實很多時候 人們會問你 有多少人會付錢你的遊戲先 那如果你做一些indie game 的時候 真的每個人玩 那我付一元雞美金 那你是不是要找一百萬個用者 你才可以賺到那一百萬美金回來 但是大陸的模式這樣就行不通 因為他真的不會投資一個indie game 每年這樣回到一百萬美金回來 他是說你要做一個平台式 我可以沾到一班人 他不會每天扔一萬元進來 一個人 那你只需要一百個人回來 那你就已經整個生意可以承認 那他的回報才會高 但是主要做創業家 你怎樣應對這種情況 舉個例子 如果我是騰訊的 那我有網職 那我有很大的user base 那我現在很容易做到這件事 但是如果 我們之前問過那些創業家 那有些是做平台的 那他們可能 就比較緊張的數據 就是一些用戶的增長 那在產品上面 其實你們那個可靠程度 是怎樣來的 其實 你當我其實都是做indie game 是一個很獨立的一個產品市場 如果你說說真的 是賺大錢的話 那就可能是差一點的 就是比起那些做平台式 但是我們都希望可以 可以涵接到一個更大的平台 那我們變成做 我們會有一個計劃 就是譬如我們買到多少隻的時候 我們會進行某一個項目 令到這件事是可以做到一個擴展出來 是需要有這樣的計劃 但是這個不是其實 一開始會做到的事 是叫做我有一個大約的一個計劃 之後我就再在這裏 再怎樣去到繼續去增長 剛剛先都說到 如果真的入內市場 除了產品那個設計之外 都要很多資金 其實這個我想是每一位 初浪企業都很需要的一個難題 其實最近政府都公佈了新的財源選案 那裏面其實我自己就不受惠 但是我都很關心 其實創業家來說 會不會都很留意政府的資源 那當然會 那變成政府其實有資源去支持我們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跳路走得輕鬆一點 那這個也是政府去令到市場 或者社會轉型的一個辦法來的 那你說看回上次那個 即今次這個財政預算案 那實質上可能我受惠的未必很多 那但是它所提供到的一些政策 那其實無疑來說 其實都是一直在推動著 我們初創企業的一個成長 那變成其實我都覺得是一個好事來的 但是夠不夠呢 我看回數字 其實那個金額 即是有一兩百億都是用來起了一些基建 但是其實我覺得 其實做初創的不是應該人是最重要的 反而那次在人的輸入裏面 那些數字就相對比較少 那你們會怎樣看這件事呢 其實幾方面都要 那首先就是 它撥那幾百億 那其實是叫做 是想做大一個大中華區的一個科技的一個市場 那其實是你可以當作獨立去看的 那另外其實好像有一些政策 例如好像數碼港那樣 它本身的資助由三十幾萬增加到去到五十萬 那其實無疑來說其實是叫做舒緩了一些初創企業的壓力 那這個是不是 十年前就說三十三萬 那其實在我那個年代都說三十三萬 那其實你也知道都通脹了很多 那十年沒有通脹 那現在終於可以跟回通脹的時候 那其實是叫做跟回市場去走 跟回社會的進步 那但我覺得可能真的除了政府錢以外 那當然自己那個 business model最重要 那我想問一下最後就是 其實現在Airbutton的狀況 和你最初期望相不相似 可能最初你一開始就做一件產品 拿去買的那樣 那但經過幾年時間 你自己有沒有想過是轉變這個模式 或者你有沒有遇過一些很大的難題 那其實當初我真的做Airbutton的時候 那我就非常有空 那我就用整個月的時間去寫我的計劃書 那變成了其實在方方面面 那我都會有想過 那所以很慶幸 那其實到現在我都是跟回我當初的計劃書 即不是說真的100% 但是都基本上是九成 是跟回那個計劃書裡面所做的事情去發展 那當然那個計劃書寫的 其實未必是完全很足夠 因為其實我所說的計劃書 其實是三至五年的計劃 那其實到現在來說 剛剛好已經窄戒了 那於是我們其實是看著 我們現在那個之後的發展會是怎樣 那我現在都會再去做第二份的商業計劃書 去擴充我們Airbutton的發展 那新的計劃書有什麼新的元素 即是會不會有些元素 其實是會改變到你的員工的計劃 其實都沒有說是改變的 叫做更進一步 那就是在我們現行 我們拿到的一些知識 我們拿到的市場 我們一些資源和關係上面 去再做好我們Airbutton 好 那我們今集 都多謝Ostress的分享 我們下一集我們再繼續